字幕提供 他進去 走進去 師公說出去 出去 我嚇到第一次聽到他講出去 我說出去什麼東西 他說 我說師公 不用管了 出去 這樣子 出去之後我們就 一個台灣遊客嗎 台灣遊客 那個男生女生 男的 胖胖的 然後就一直哭這樣 我就說怎樣 他就沒講話 我說你是做什麼行業的 他說我做主頭 六兒才主頭 我說就算六兒才主頭 也不至於不見吧 他就說 就吱吱吱吱這樣子 我們臨行之前 離開之後 他送我一個東西 我就覺得沒看過 你說這位先生送你一個東西 對 送我一個項鍊 送我一個項鍊 我就問蒂培 蒂培說那個東西不能收 我說是什麼 他說那小鬼 就是那類似像古曼桶裡面 他有放一點石油這樣 我就很生氣 我就找他 我說你給我這幹嘛 你拿的時候沒有覺得怪怪的 就手熱熱的這樣 但是我沒有拿 我就放在茶几上 沒有拿走 後來我就要把他拿走 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在養小鬼 他說對 那我說 原來時工不見 這種養小鬼的人 但是當天其實發生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我們一般團都會拍合照 那當天的合照是這樣 你看這個角落多了一個人 什麼意思 這個團員 這個人不是我們的團員 你說這個女的 對 不是我們團員 但是事後想一想很奇怪 這樣仔細看 臉的顏色好像跟我們不太像 他是真的比較白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 好像他是透的對不對 對 那我剛剛說了 是不是靈異照片我不知道 因為我誠實講 因為是旅行 我們跟旅行社合作的 你也不是多認識 可是你確定那個不是 後來問 查不出來這個人是誰 那這樣看 臉是透的又綠綠的 然後他也看不太到腳 那點人數好像都多一個這樣子 那事後就想一想 是不是他那個 他玩的那個古曼彤請回來的 有在想是這樣 但是那個男的 據說第二次 因為我們後來隔兩個月 我是兩個月去一次 對 又遇到那個男的 那男的又自己跑去 保去白龍王還是不見 好 謝謝偉哥 今天還是願意來 我知道你壓力很大 但是還是會繼續來 還有很多白龍王傳奇故事 明天同一時間 中天 娛樂台39台晚上 10點鐘 禮拜一到禮拜五 中天娛樂通 拜拜 我都已經 是不是嚇到了 不是 對 我們就是後來查 人數多了一個人 這個人你看 那個照片真的看起來很怪 因為很兇 他是透的 然後算人數不對多一個 但是他好像又 站在這個人旁邊 好像又認識他的樣子 可是感覺